雨昕遇见新智景 幸福越南夏龙湾之旅的第二天 今天呢真的是天气异常的好 你看正前方就是可以看就是整个夏龙湾的市区 我们从早上的八点乘坐这趟叫做空主号 那现在已经是 即将午餐后就即将放哈 预计是两点回到岸上的部分 然后眼前这边所看到就是所谓夏龙湾的市区 我们今天预计在十点的时候还会乘坐目前全世界最大的缆车 就在整前方 就是所谓的缆车 从这边可以坐到这边的山头 那这边缆车呢 一个缆车可以乘坐到230个 那缆车乘坐完之后呢 可以到这边看到这边有一个是摩天 在乘坐摩天 还要绕一圈 随便看傍晚的业绩 非常的漂亮 那我们这次住的酒店也就是在做冷车的前方 这里 冷车前方这边 那之前住过这边的酒店 这边的酒店都大概都住过了 原来夏龙湾的进步非常非常的漂亮 这就是二楼的疯狂 这就是二楼的疯狂 新鱼新自己 幸福越南夏龙湾 小编Steven 今天是教师节 在这边现场报导 顺便也跟全天下的老师 还有我教过我的老师们 跟你们说一声教师节快乐 也曾经是教师的我 今天特别有机会 因为工作的关系 特别带大学同学的会计师公司 也就是保育联合会计师公司来这边 新鲜山压城的 下 谢谢 好 That's good 拜拜